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 今天我要来讲三个自打嘴巴的新闻 第一个自打嘴巴的新闻 当然就是民进党自己 因为民进党团他们前阵子提的一个什么 两岸人民针究条例 结果这个条例最近要撤回 这是第一个嘴巴自己打很响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御用学者 我们的绿色媒体 他们最近又出了一个节目 有一个学者又说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居然说中国大陆之前停电 导致以他们的支付宝不能用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不但是一个笑话 而且还自打嘴巴 那第三个呢就是花莲市长傅昆奇 因为炒股案又准备要入肩服刑 结果现在居然有很多人说 他入肩服刑怎么还可以行使公权呢 他还怎么还可以造领行水呢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又自打嘴巴的行为 因为你们看看陈水扁一家人 他们现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民进党是多么会自打嘴巴的一个团体 好那我们现在一件一件来讲 我们就先讲第一件事 民进党团我觉得你真的是个俗辣 你不是一天到晚想还独吗 你现在拿到了政权 而且呢立法院也过半数 参议会拿到800多万票 你之前不是还信心满满的气势汹汹的 要删除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吗 而且呢你还呛中国大陆说 假如中国大陆这么在乎这个条例的话 那叫他们把政权交出来 你居然还敢叫中国把政权交出来 就因为这个条例 可是现在怎么了 为什么你归缩回去了呢 你当初不是很英雄吗 很了不起吗 这么用力的呛中国大陆 可是现在怎么就好像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说的 国台办说了一句话 你就说回去了 你看看你们的总召柯建民 他居然现在还落井下子说 那是你自己撤的 完全不认账 你就知道民进党团 他们这个垃圾团体 他们在权力面前是多么的摇尾起怜 只要有权力 只要权力到手了 其他一切都是假的 我现在真的很替这些 支持民进党这些817跟1450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可悲 你们被骗到现在 居然还名言不离的 还要支持民进党 真的意愿了一句话 叫做并还可以是 但蠢真的没有要衣 蔡英文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在选前 用什么雇主权爱台湾 骗到了选票 骗到了政权 现在他们会因为你想要台独 这么一点小小的 莫名其妙的这个期待 他们就放弃他们的权力吗 那是不可能的 要不然的话 他为什么会在国台办 只骂他一句 他就立刻说回去 不但说回去 还把这个参与于修理人一顿 自己人打自己人 落井下石说 这个案子是他自己提的 所以你们想要台独 你们想下了心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蔡英文在权力人面前 他绝对是摇尾起点 而且他是恋战权力的 他绝对不可能 因为你们这个可笑的台独 他就放弃权力 他就跟中国呛下 所以呢 你们现在这些87和1450 你们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狠狠的打自己嘴巴 狠狠的抽自己的耳光 因为你们不这么做 你们永远不会醒的 可是我觉得你们就算这么做 你们抽自己耳光抽到死 你们到时也不会醒悟的 因为蠢就是没有药医的 这是第一个民营党自打嘴巴的醒悟 那第二个就是民营党 这个御用学者叫范世平的 他之前已经闹过很多笑话 他最近在节目上又说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说因为前一阵子 中国大陆因为停电 所以中国大陆的支付宝不能用 所以中国的网民哭哭啼啼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笑 其实我觉得 根本就不用跟这个白痴学者 说什么手机有电池 或是这些资料 可以上传到云端 云端要保护机制 可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用电 就可以把资料保存好 像这么高深的理论 这个白痴学者 他根本什么都不懂的 我觉得只要拿当年 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 全台湾大停电一个礼拜 这个例子来举就好了 因为当年大停电的时候 请问一下台湾老百姓 那时候银行就不开了吗 假如那时候钱还可以用 那时候银行没有电 还是可以照样营营的话 那为什么已经到了20年后 现在假如中国大陆停电 他支付宝就不能用 中国大陆有比台湾落后吗 你们台湾已经落后了人家20年 不止落后20年 现在连观念连老金连想法 连现代科技都不懂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好笑 一下子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 一下子就说大陆人吃不起榨菜 现在干脆说大陆只要停电 那植物宝就停了 我觉得你们这些白痴的运用学者 已经想不出任何方法 可以对付中国大陆 居然想用造谣跟编故事的方法 来欺骗老百姓 欺骗这些817跟1450 你们这种愚蠢 已经到了不是自打嘴巴的愚蠢 而且还愚弄这些 支持你们的817跟1450 帮他们打他们的嘴巴 假如大陆这么好对付的话 那川普干嘛每天还气急败坏 一天到晚要抹黑中国 他只要把中国断电就好了 就把中国看哪个电在哪里 直接把插头拔掉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学者 你这个白痴学者 你要不要直接告诉台湾老百姓说 要对付中国大陆很简单 只要断他们电就可以了 怎么断呢 你就把中国大陆所有的发电厂 插头拔掉 只要拔掉他就没有电 没有电 中国就不能用支付宝 不能用支付宝 中国就没钱 中国没钱 中国就垮了 中国就崩溃了 世界就和平了 这种故事你就不要再编了 你要编 我可以帮你编上百个 而且呢 一点都不费摧灰之力 因为反正随便说 你们这些台湾白痴 817跟1450 就随便信嘛 我觉得像这样的节目 你就继续做 你就拼命开 反正这种自打嘴巴娱乐节目 老百姓闲着也是闲着 反正看着开心也好 你们最好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 我就看你们还能编出 什么自打嘴巴的故事 第三个就是花莲市长傅昆奇 因为炒股案要再度入肩 可是呢 现在有很多人在外面讲说 怎么可以拿薪水 怎么还可以使用公权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好笑 尤其是怎么狗屁施改团体 你们根本就是民进党的彻翼组织 你们看看陈水扁这一家人 吴树贞 他不是也是炒股吗 可是他有入监狱一天吗 那他在外面依然可以吃香的喝辣了 陈水扁居然还可以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他儿子陈志忠 不但可以用物败的账款表记 而且还当选了高雄议员 我觉得像陈水扁他们一家人 你们这些施改团体 你们这些要富昆奇炒股要叫他此夺公群的这一批人 你们为什么陈水扁一家人 你们不比照办理 假如陈水扁一家人都可以不入肩服刑 都可以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 无台湾老百姓的钱 嫖台湾女人炒台湾股股票 他们都可以继续在外面胡作非为 为所欲言的话 那为什么富昆奇不可以 你们这不叫两套标准 什么叫两套标准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这些817和1450 对于民进党做的事情 你们就放任不管 可是对于相同的事情 只要别人做了你们就严厉塌伐 我后来终于明白这一点 就是你们这些817和1450 就是天生的健种 喜欢自己打嘴巴的白痴 不幸就看我刚刚第一条说的 你们一直以为美国是你们的盟友 台湾只要独立 台湾只要对大陆呛响 美哥就会帮你 可是你们看这条新闻 美国国务卿前一阵子 一天到晚说要挺台 可是呢通通是用讲的 真到关键时候 他什么都不做 他就跟你们蔡英文政府一样 只会讲雇主权爱台湾 可是真到关键时候就测爱 什么也不敢做 只要国台办呛你一声 结果呢 你们就自己人打自己人 自己人灭自己人 蔡英文 我觉得你这是个傻子 你居然会相信蔡英文政府 他真的会跟大陆呛响 真的想要台独 结果呢 你一提案不但遭封杀 而且还要自打嘴巴 把当初说的话吞回去 817跟1450 你们看清楚了 自打嘴巴就是你们的天性 而你们的天性 到死都不会改 因为蠢就是没有要医的 那最后呢 我就要来讲一下 李莱希批评时代力量立伪 罔罔鱼 也就是小灯泡妈妈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要分两点来讲 第一个 李莱希批小灯泡妈妈 那是李莱希的事情 跟韩国瑜一点关系又没有 李莱希虽然支持韩国瑜 但是不能因为李莱希支持韩国瑜 李莱希做任何事情 韩国瑜就要盖花神兽 假如要用这种逻辑来抹黑韩国瑜的话 那我也可以说 当年的陈进兴 当年的所有的杀人强奸犯 都支持民进党的 那民进党是不是也是一个 杀人犯跟强奸集团 所以假如要用这种逻辑 抹黑韩国瑜的话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小心 而且一定要去努力破解 817跟1450 他们这种带风向的行为 那至于小灯泡的妈妈 王远云 我必须告诉你 今天你能选上立委 当然是因为 你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可是你今天不能因为 你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结果你当上立委以后 你做的就是跟你家 当初发生不幸的事情 无关的事情 就跟当年洪池兄一样 当年洪池兄 是因为洪仲秋 他弟弟的死 才让他选上立委的 老百姓是因为 同情你们一家人 希望你能够 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才让你选上立委的 所以说你选上立委 你就应该好好的在这方面 比如说洪池兄 你就应该在军队 是不是有人权这件事情 或军队有没有不当管教 这件事情上的法令上 好好努力 可是你洪池兄有吗 你不但谈恋爱 而且你狗屁刀事情 做了一大堆 你根本就对不起你弟弟的死 假如你当初真的 有为你弟弟生冤 真的因为你弟的死 而改善军中人群的话 你为什么会落选 就是因为老百姓 根本不认同你的做法 所以洪池兄 你落选是活该 只是可笑是 像你这种老百姓 都不认同的立委 民进党的立法院院长 尤其昆 居然还一个月花十来万 请他当顾问 民进党就是一个 这么垃圾的政党 你就这么抗纳税人的楷 就花纳税人的钱 要么你自己出钱 你这么喜欢洪池兄 你为什么不自己出钱呢 你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 纳税人已经不认同洪池兄了 可是你却硬把洪池兄 塞到立法院当顾问 而且一个月给他十来万 什么叫不要脸 这才叫不要脸 所以小冬胖的妈妈 我今天不想批评你 因为我觉得 假如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觉得那是一件 很可怕跟遗憾的事情 可是今天既然老百姓支持你 当上立委 你就应该好好的 为这些所谓的废死刑 或是台湾社会 有没有存在这种 精神病杀人犯的 这种事情的存在 而在法案上做努力 而不是跟着实在立委 去胡搞瞎搞 去罢韩 罢韩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高雄人吗 所以我才说 我今天不愿意批评网红鱼 是因为你家发生 这么不幸的事情 我身表同行 可是你跟着实在立委 去起哄去罢韩 那你是根本就不想 帮你的女儿小正炮伸冤了吗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赶快就辞掉立委 反正你现在想做的事情 只是罢韩 你根本不是想帮你女儿伸冤 那你还恋战这个立委干什么呢 老百姓选你 不是要叫你去罢韩的 是叫你去帮你女儿伸冤的 这点希望你能搞懂 要不然你继续在这样做罢韩的事情 等于就是自打嘴巴 一样跟前面我所说的这些新闻一样 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履行 你为什么老百姓选你当立委的这个责任 而是跑去跟一些实在地 让其他立委这些白痴的 817跟1450去搞罢韩 我再来说一次 罢韩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不是高雄人 今天老百姓能够让你当上立委 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 他希望你帮你自己的女儿申冤 或是不要再让台湾发生类似的事情 结果你把主要的事情放得不做 却跑去做一个完全跟你不相干的事情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是辜负老百姓的期待 就请你辞掉立委 你就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 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去为你自己的权利抗争到底 到时候你要罢韩也好 你要罢谁也好 那是你家的事情 但是不要用立委这个身份 因为你已经不服资格 你要跟李莱西去吵去闹 那就请你用普通人的身份 不然李莱西在罢韩的世界上批评你 我觉得他就是在履行 他一个公民的职责 因为公民本来就有资格 有权利去监督国会议员 而你身为国会议员 却没有做到你应尽的责任 你本来就应该被监督 但是你现在去把你们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跟一个公民去监督国会议员的这个责任混在一起 我觉得你这样做也是非常不对的 你不能用老百姓的同情 把所有的事情混淆 因为罢韩归罢韩 你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归发生不幸的事情 国会议员的权利 跟国会议员的责任 你本来就该履行 李来西也是履行一个公民的权利而已 所以不要把所有的事情混淆在一起 你家不幸的事情是一回事 李来西监督你是个国会议员 是另外一回事 而在这方面 我觉得国民党你也没有搞清楚 你要是觉得李来西做的不对 那你就赶快把它开除 你不要在那边拖拖拉拉 而且李来西根本就不在乎你开不开除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动手 你就要把这件事情拖到天长地久 拖到地老天荒 然后搞到对韩归非常不利 你难道不晓得 民进党在这方面是最会操作的吗 只要你搞清楚的话 麻烦国民党你也有魄力一点 你要开除李来西就开除李来西 反正人家也不在乎 因此我觉得台湾的老百姓 你们一定要搞清楚 虽然我知道817和1450 他们是天生的白痴 怎么讲也听不懂的 可是我现在就希望听得懂的 你们一定要知道 李来西归李来西 韩归归韩国瑜 王瓦鱼归王瓦鱼 他们三个人是互相不相干的 大家不要混在一起 罢韩这件事情 我一再说过韩国瑜 你就严美一点 不要理他们这些人用什么样的污蔑 或是张锤往里泼 你想做就做 你不想做就不要做 不必跟他们求了 也不必跟他们求和 所以呢 我觉得在李来西跟王瓦鱼 这件事情 我选韩国瑜 假如你希望 继续留在高雄 为各方老百姓服务的话 那这件事情上 你就一个字都不要讲 不掺和 不理他们 这件事情就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说 我选韩国瑜 不要对这件事情 发表任何言论 有什么事情 就让他们两个自己去尝好了 反正无论如何 不要让这件事情牵扯到你就好了 那至于王瓦鱼 你的下场会不会跟红瓷雄一样 我只能说祝你幸运 假如你还这么的殖民不悟 这么的不履行 你当初为什么能够选上 立委的这个原因的话 那你就等着 跟红瓷雄的下场一样吧 不过话要说回来 红瓷雄的下场也不差 至少他现在 在利益反应混到一个顾问 而且一个月二十几万 这样的下场其实也蛮不错了 当然要不要做 就看你自己了 最好的不要再自打嘴巴就好了 好那今天节目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